看看新闻榜 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以至于我每次之后 路过那个球场 都会刻意地去寻找 她的身影 但是非常可惜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之后在朋友的一个聚会上 居然让我发现 她也在那边 你说吵不吵 所以说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老天爷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去认识她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幸福地 走在一起啦 和她相处的半年里 我渐渐发觉 可能她不是 我当初要的那个样子 她在有些方面 不是非常上进 所以我就决定和她分手 后来我决定参加了 东方卫视的 谁能百里挑一这个节目 在男生们做出选择之前呢 我要请问一下 嘉明愿意在这个时候 接下面具了吗 我愿意 好 好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之后在节目上面 又顺利和其他男嘉宾 牵手了 但是通过和这位 男嘉宾的接触 我发现我也不是 她心目当中那个女孩 她对女生的着装要求 是非常在意的 可是我不希望人家 刻意去约束我 所以我们也决定分手了 但是分手之后 我又非常想念子安 所以我就回去找她了 之后 子安她原谅了我 于是我没有重新在一起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 我希望可以给这段感情 有一个交代 所以我毅然决定了 今天向她求婚 因为张嘉咪的男友子安 平时喜欢在桌球房打球 所以张嘉咪毅然决定 把求婚现场放在桌球房 喂 江海大 你醒了吗 刚醒 我在802人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10分钟可以吧 可以可以 快起来吧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打电话原来男友之后 现场工作人员 也进行了最后的步控 一切就是 就等男主角出现 是什么 傻样 真是 什么 傻样 你才傻样呢好吗 这两天 问奶奶家你去了吧 奶奶家 我去了呀 买了些什么 买了一点东西给他呀 水毛皮 问你个严肃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 有 看着我 有 什么时候想的 今年吧 今年是什么样子 没有啊 我就问一下呗 想不到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呀 就这么想的呀 那个 我要帮我妈送点东西 口袋 那个你陪她打一会吧 好吧 你不要让她 张佳咪借故离开现场 来到了车内 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就我很担心呗 我就觉得好像今天突然 她也说了问她 怎么今天老师问结婚的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快要接穿的那个样子 我真的很害怕 万一她拒绝我怎么办 换好婚纱之后 张佳咪准备再次上楼 发起最后恭喜 直接向男友求婚 我很怕自己会失败耶 万一她拒绝我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耶 我只是想用尽我全力去试一下吧 我只能放了 你帮你 我只能放了 我只能放了 你帮我 第一次見到你 其實就已認定 儘管物質膨脹 我許容姓 就算百里挑逸 總選的還是你 包容我所有人心懷脾氣 錯牽了別人的手 卻想你急切溫柔 你願意給我所有 那枚鑽接牽在心頭 他們或許很優秀 卻未在我心逗留 原諒我給的傷口 永遠緊牽著我伸手 終於看清誰是最愛 想你能夠更加明白 無知現實在無奈 我只願為你存在 終於明白你是最愛 而我想要衝破障礙 不管現在或未來 我的幸福只願為你存在 那是我是吧 沒有 咱 我是吧 其實我們認識也有一段時間了 可能別人看來時間很短的 我記得是去年的九月十一號 但是我覺得雖然說可能我們有年齡差 但是我覺得和你在一起 我好像就像是小妹妹一樣 都是你在那邊照顧我 我覺得真的很幸福 我知道雖然現在你不能給我什麼 但是我希望 你會陪我一起陪我走下去 不會的 你不要不願意 今天我這裡準備了一枚戒指 你也娶我嗎 會不會一樣 我真的不知道這樣子會成功還是失敗 我覺得因為出乎你的意料嘛 我會照顧你的 你嫁給我嗎 我會風 也會有意料